各位好 这里是六叔叔爱摄影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六叔叔 本期教程啊 接着做PR的动画制作啊 前面呢 已经连续出了四期片头动画教程了 还没看的同学呢 赶紧去翻一翻啊 总有一款适合你 本期的案例呢 是一个简约风文字线条动画 先是边框线条 顺时针方向逐渐出现 然后是文字滑动缩小 并向右逐渐出现 白色的矩形 从右向左滑出 最后呢 所有图形依次的消失 整个的动画呢 丝滑流畅 简约大气 制作呢 也很简单啊 非常适合作为片头或标题使用 怎么样 想不想学 开始本期教程前啊 先说个事啊 六叔的教程有赞助了 你们白条教程 我也能吃上饭 多好 这是一家订阅式的 正版素材下载站 叫做Playlist 有背景音乐 音效 视频 AI语音等各种正版素材 乐会员呢 只需要29块9 全站正版素材都可以下啊 而且一直持续更新 提供正版素材授权书 版权这事呢 可大可小啊 有条件的 还是用正版最放心 六叔呢 也为同学们争取了福利 去网站上找客服 提六叔叔爱摄影 就送乐会员啊 冲呀 言归正传 准备好的同学 请把OK打在公屏上 我们出发 制作动画前 我们先要把用到的图形和文字准备好 先把准备好的背景素材 拖进序列 没有的同学 别着急啊 片尾有所有素材的下载方式 先用文字工具 写上你的标题或名字 字体选一个别太粗的啊 调整大小 位置居中 颜色呢 选择白色 我这个ID呢 是两个单词 我想给Leo这部分 做反白的动画效果 所以用文字工具 单独选择Leo 把颜色呢 改为黑色 再用矩形工具 画一个长方形 画的时候 要注意啊 先在序列面板的空白处 点一下 取消图层的选中状态 否则 PR会把所有的图形 放在一层里 一会儿没法做动画 别有评论里问我啊 好好看视频 调整矩形的大小 刚好框住文字 取消填充的勾 给描边打上勾 颜色选白色 描边竖直改为10 再用矩形工具 画一个小长方形 一样 记得取消上一个图层的选中状态 调整大小 位置 刚好盖住Leo 取消描边 填充打上勾 颜色呢 选白色 最后调整一下图层的顺序 把文字图层拖到最顶层 再整体调整一下各个素材的位置 把素材长度拉长一些 免得一会儿做动画不够用啊 我们先制作边框动画 点一下小眼睛 隐藏矩形和文字图层 方便一会儿做动画 在效果面板里搜索镜像擦除 拖到边框图层上 在效果空间面板里找到镜像擦除 把播放指针拖到开头 给过度完成打一个关键针 数值呢 改为100 把播放指针拖到大约2秒的位置啊 数值改为0 播放一下 线框动起来了 但是呢 我想让线框从左下角开始出现 怎么办 拖动其实角度的数值 观察这个线框的出现位置啊 经过我的实验呢 负的98 就刚好是从左下角开始的 播放一下 动画前后的速度一样啊 太平了 我们给第一个关键针右键缓出 第二个关键针缓入 再播放一下 动画是不是感觉灵动了许多 请同学们把妙啊打在公屏上 文字动画 把文字图层取消隐藏 把播放指针拖到线框刚刚出现的位置 拖动文字图层对齐 先给文字做个缩放动画 选中文字图层 将播放指针拖到文字图层的开头 在效果空间面板的缩放上打个关键针 然后把播放指针拖到线框完全闭合的地方 快捷的办法呢 是选中线框的图层 点一下过度完成这里的这个小箭头 就可以快速对齐关键针 再选中文字图层 给缩放再打一个关键针 按向左的箭头回到第一个关键针 把缩放数值改为130 这样呢就做好了文字缩放动画了啊 我们也给关键针调整一下曲线 给关键针加上缓出缓入 再点开边上的小箭头选中关键针 拖动拉杆 手动调节一下曲线的形状 让曲线变成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样子 高的地方呢速度就快 低的地方呢速度就慢 多是几次啊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文字还需要做个擦除动画 继续看 效果面板里搜索彩剪 拖到文字图层上 将播放指针拖到文字图层开头 来到效果空间面板找到彩剪 给右侧打上一个关键针 将数值改为100 将播放指针拖到线框完全闭合的地方 也可以选中线框图层 点击这个小箭头啊 跳转到第二个关键针上 这样跳转会很精确 再次选中文字图层 给右侧打上第二个关键针 数值改为0 这样就做好了文字擦除出现的动画 擦除的动画呢有点生硬啊 我们把彩剪的语画边缘数值改为100 再给第一个关键针右键缓出 第二个关键针右键缓入 动画是不是变得生动多了 请同学们把妙啊打在公屏上 接下来我们制作矩形从右往左的位移动画 点一下小眼睛 取消矩形所在图层的隐藏 将播放指针拖到文字要出现6的地方 将矩形图层拖动到这里对齐 选中矩形图层 播放指针拖到开头 来到效果空间面板 给位置打一个关键针 一样选中线框所在图层 跳软到第二个关键针的位置 再选中矩形图层 给位置打一个关键针 按一下左边的按钮 回到第一个关键针 拖动位置的横上竖直 把矩形拖出线框的右侧 这样就做好了矩形的位置动画 但是我们想让矩形从线框的右侧长出来 现在的效果没有实现 想想我之前的动画教程 应该怎么办 对 蒙版 用不透明度这里的矩形工具 画一个矩形蒙版 刚好框住白色的矩形 再播放一下 别忘了再给关键针调整一下速率曲线 这次做一个两头低中间高的曲线 我想让动画先慢 再非常快 然后再变慢 别小看这些曲线 动画是不是流畅 有节奏 全靠这些曲线 请同学们把妙打在公屏上 截至这里动画就算做完了 追求完美的话 应该还有结束动画 感兴趣的同学接着看 结束动画和开场动画的方法是一样的 只是全部反着来一遍 我们先让矩形向右滑走 再让文字从左至右擦除消失 最后让线框反向消失 我们要让动画完全出现的画面停留一会儿 所以可以把播放指针 拖到动画完全出现后一秒左右的位置 从这里开始制作结束动画 选中矩形图层 给位置打个关键针 向后拖一点 大概半秒的样子 拖动位置的横向竖直 把矩形向右拖出线框 选中文字图层 按左方向键向后五针 给剪裁的左侧打一个关键针 向后拖动播放指针 半秒的样子 将左侧的竖直改为100 给关键针加上缓入缓出 选中线框所在图层 按左方向键向后五针 给镜像擦除的过度完成 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向后拖动播放指针 半秒的样子 将过度完成的数值改为100 播放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图形一次消失了 请同学们把妙打在公屏上 添加音效没什么好讲的 凭着感觉加即可 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 本期的音效片尾也有下载方式 最后把序列上多余的素材减掉 来完整的看一遍效果 打个分吧 这个效果一到五分 你给几分 总结一下 制作这种动画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主要是利用各种效果制作关键针动画 所以玩PR剪辑 关键针动画是必须会的 这也是我出了这么多期动画教程的原因 另外就是要有点物理常识 考虑动画出现的逻辑 最后就是动画的速率曲线 这是动画流畅的重点 对曲线感兴趣的同学 扣个一 人多我会考虑出一期单独讲一讲 本期教程用到的素材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Liu叔叔爱摄影 回复文字线条 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正版素材网站Playlist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支持一下 制作教程不易 喜欢的同学请三连支持 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 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免费教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是Liu叔叔 爱你们 比心 拜拜